中國 俄羅斯跟伊朗的這個在 阿曼灣的這個演習 昨天結束了 但是還沒完呢 因為那個影響力 那個後座力還在持續的發酵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中國大陸是派出了052D的 飛彈驅逐艦 烏魯木齊艦 還有054A的飛彈護衛艦 零儀艦 當然千里迢迢這個補給艦也是隨時都跟著的 那在俄羅斯的部分呢 他們派出的是 11500噸的這個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裡頭的 瓦良格號的巡洋艦 我們可以看到都是重量級的 這個瓦良格號還被稱之為是 航母殺手 但重點是呢 好 這個武器的部分 那當然大家看到了 哇 一個帥啊 但是重點來了 在阿曼灣這個地方演習 還有呢 他附近還有一個吉布地 中國大陸在吉布地也是有軍事基地的 在非洲的這個海外的第一個 大概在六年多前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地方 大家就覺得 一定是有別的意思嘛 那當然很多人說啊 這是護遊行動嗎 因為這周邊的國家呢 都是產遊國 那麼就外交的角度來看 蔡委員 您怎麼看呢 阿曼灣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的演習 其實不是軍力上大小的問題 如果以在附近的演習 阿拉伯海的演習 這個體量不大 可是問題敏感度很尬 而且你再體量再大 也沒有辦法 因為阿曼灣很小 阿曼灣就是什麼 就是波斯灣的門口 換句話說 波斯灣一出來 經過赫姆之海峽 就是到了阿曼灣 那個海域不大 這個海域小小的 結果你俄羅斯來了 伊朗來了 中國來了 某種程度 你可以說 政治上的解讀 說中國的這個軍事力量 已經投射到了中東的家門口 因為我們知道中東 都以波斯灣為主 這某種程度以前 只有美國可以在這裡 大拉拉的演習 現在中國來了 所以政治上的解讀意義很重大 第二個 這是在挺誰啊 就是在挺伊朗嘛 講白了就是挺伊朗 誰會來挺伊朗呢 就是中國還有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千里迢迢 哎呀 伊朗要辦流水席 我會來尬一腳 所以現在俄乌戰爭打成這樣子 可是俄乌戰爭基本上 是沒有海軍的事 基本上沒有海軍的事 海軍都是被打的 沒有海軍的事 所以其他的海軍艦隊 所以賢賢沒事中 就跑到阿曼灣來尬一腳 我這當然是幽默的說法 也就在展示俄羅斯說 中國跟伊朗要演習 我尬一腳告訴你美國 我們是三位一體的 你要欺負伊朗 咱們自家兄弟 還有中國跟俄羅斯背靠背 不是高鐵沒靠背 是互相背靠背 而且就故意挑阿曼灣 對 挑阿曼灣純粹是故意的 哪裡敏感哪裡去 對啊對啊 如果再往外面一點點 靠阿拉伯海的話 就可能會把巴基斯坦也拉進來了 再往南一點點就是巴基斯坦 所以這次他們也是觀察員 對 觀察員 觀察員也是一票 因為巴基斯坦想一想說 阿曼灣又不是我的灣 你們的灣 他暫時不想嘎一腳 而且巴基斯坦 內政也蠻幽默的 很明顯的 就是說 在秀一種軍事存在 我們很喜歡講說軍事存在 我有足夠的投射能力 我的在這邊 防衛武力可以到達什麼程度 當然他們會講說我是 護航啊 維持地區安全啊 這種政治上的話語是一定有的 例行練習 有的話也真的比較容易 維護地區性的安全 伊朗辦這個活動幹嘛 這是伊朗主辦的 注意到這是伊朗主辦的 伊朗主辦的這個活動幹什麼 某種程度 也在幫什麼 胡塞武裝組織助威 兄弟們 你就在紅海那邊 你在左邊 我在右邊 好好的給我打 你就去發揮吧 意思很明顯嘛 對不對 後面老大哥都來了 對 因為前段時間 美國不是搞那個航空母艦 跑到這邊來嗎 對 就在這邊嘛 艾森豪威爾號航母 他現在也是在這個 中東這邊 還在 還沒有離開 尬在那邊 好吧 就你在那邊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吧 秀給誰看 秀給附近的阿拉伯產油國家看 因為這些阿拉伯產油國家 相對都比較親美 可是你再怎麼親美 你的石油 還是要經過賀姆之海峽 對 那我伊朗就是有本事 可能有本事 遏止住你的出海口 因為阿曼灣一卡住就沒有了 對 那你要對我伊朗實施這個禁運 因為那個制裁 那我伊朗並沒有倒下去 我站起來 表現給你看 所以政治韓力多於軍事韓力 是的 而且今天還有一個消息 你知道嗎 俄羅斯的官方曝光的 他說呢 夜門的這個胡賽武裝 他們現在還有高超音速飛彈 所以美國真的是要緊張了 張將軍你要幫我們補充嗎 對 這個有三個特色 這個我們講的安全紐帶 在2024 因為才在3月15號結束 這今年規模是最大的 因為中共派的是五艘 這邊是三艘的照片 它是一艘飛彈驅逐艦 兩艘飛彈復衛艦 然後兩艘綜合油彈補擊艦 總共是五艘 俄羅斯派的是兩艘 另外瓦蘭格號的飛彈巡洋艦 再加上一個大型的反潛艦 就是這個沙波尼科夫的 這個海軍元帥號 所以再加上伊朗的 這個中俄加起來是7艘 伊朗大概有13艘 總共加起來20艘 是歷來規模最大 因為在去年2023年 也只不過加起來是10艘 今年乘以2 兩倍 這個賓利規模今年是最大的 又加派了6個觀察員的國家 包含印度跟巴基斯坦 還有南非等等 換句話說這個規模是最大 最重要的就是 我認為是這個人員的問題 因為伊朗的這個世界上的這個天然氣 天然氣最大的出廠國就是伊朗 伊朗運藏量也最多 伊朗的天然氣的運藏量 可以開採150年 非常重要的 最近他們才剛簽了 簽了一個大合同 200億美元 天然氣投資 然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是石油進口 每一年要有3億噸進口 那伊朗是大中 伊朗是世界上第四大的這個產油國 第一大是美國 第二大是沙烏地阿拉伯 第三大俄羅斯 第四大就是伊朗 伊朗每一天的這個石油的出產量 每一天就是1100萬桶 每一天 那你這樣講 是不是代表伊朗現在呢 要錢有錢 因為它有能源在手 然後呢要背靠背 中國跟俄羅斯 對 它每一年光賣那個油啊 天然氣不要算 光賣油就賣500億美元 它光數鈔票就可以了 它就變了 天然氣還要不要再去算 所以那個地方很重要 所以為什麼要擺在阿曼灣 阿曼灣這個寬度320公里 然後荷姆茲海峽寬度39公里 這個地方兩個惡控的地方 進出波斯灣就是這兩個海口 所以就在 今天阿曼灣這個地方 伊朗是主場 那由主場的話 伊朗派的最多 還派反潜直升機 伊朗還派了很多的那個 我們講到小型的機動的快艇 來搭配 所以這一次的 算來這個演的話 規模算非常的 非常的盛大 第三個就是講中東勤勢 對 因為中東勤勢 湖塞 夜門的湖塞組織 這控制了洪海 現在在阿曼灣控制了波斯灣 整個的中東阿拉伯半島 整個被控制 是這樣 兩個 因為要通過蘇伊士運河 那對不起 一定要通過經過洪海 這個就被夜門抓到了 然後整個人員另外一個控制的是 阿曼灣跟波斯灣 伊朗又控制了 所以控制了油 控制了能源 就控制了生命線 所以今年的時候 為什麼要加碼演習 就因為這三個因素 然後現在湖塞組織後面 又有伊朗相提 伊朗有的是錢 因為它賣石油賣天然氣 所以它的外匯非常的多 那現在由中國大陸 還有俄羅斯在後面撐腰 所以伊朗在這方面 它可以氣定神閒 在歐洲 在這個我們在 在中東地區 在阿拉伯半島 它可以撐霸 是這種考量 在另外一 See Where do there M한TheN moving 2 我1000人 它在這個 distributed 在這裏 這裡 差不多 南本 第二 特別